有史以来人类就想知道 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 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 宗教是为应对这些问题和其他永恒的谜团 而随时间发展和演变的信仰体系 其产生原因是人类感觉 有些问题只能通过信仰才能找到答案 而且人类的直觉认为 存在比人类更伟大的事物 人类必须做出回应的更至高无上的力量 或者某种所有人类都从中而来 岂要归于其处的本源 印度教是指印度的宗教 这不是某一个宗教 而是各种相关的信仰和精神习俗的统称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克里希纳时代 它的品德出众被称为皮尸奴神的化身 是天神下凡 它教导说 生活中的一切都遵循因果报应 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来履行我们的职责 或者说是达摩 而不必担心事情的结果 当我们死后 会转世到心的身体中 如果我们在生前遵循了达摩 并履行了我们的正确职责 我们就会得到善报 这会让我们灵魂的社会等级上升 因此 我们下意识的重生 取决于我们这一世所做的事情 重生之轮叫做轮回 一个非常神圣的人 可能因为善报积累而免受轮回 免于轮回被称为涅槃 印度教的教义是世间万物皆为一体 整个宇宙是一个被称为普罗门的超凡现实 只有一个普罗门 但其中有许多神 他们的角色、表现和形态因传统而异 凡天是造物主 皮尸奴是有时以人形出现的保护者 师婆神有很多法相 也被称为武王 杜尔加是保护性极强的神母 加内时有一个大象头 是成功的智慧守护者 印度教是世界上第三大宗教 尽管大多数印度教徒生活在印度 但他们遍布每个大洲 人数多达十亿 现在让我们向西出发 穿越沙漠和山脉 到达大约四千年前的新月沃土地带 犹太教起源于上帝号召亚布拉罕和萨拉 离开美索布达米亚 并迁徙至迦南 当时的世界信奉多神教 唯一真神的概念具有颠覆意义 作为回报 真神赐予他俩土地和许多后代 在此承诺下诞生了 以色列和上帝的子民 但留在这片土地上 并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 非常困难 以色列人当时被埃及奴役 但上帝在先知摩西的帮助下 解放了他们 先知摩西收到了十诫 后来又收到了数百条告诫 他们征服了应许之地 但是维持了几百年 以色列位于一个十字路口 世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70年 罗马人摧毁了首都耶路撒冷的神庙 因此 这个宗教从具有祭祀和祭祀的神庙宗教 转变为经书的宗教 因此 犹太教是对其历史文学相关的象征主义 崇拜和深层次含义的信仰 西伯来圣经也叫塔纳赫 其中包含许多神圣的经文 数百个文字讨论和阐释 他们都受具有深层意义的塔木德 犹太法典统设 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了丰富的象征意义 在逾越节用餐时 菜单上的每一道食物 都象征着逃离奴隶制的某个方面 犹太教强调成人的重要性 当年轻人达到成人礼的年龄时 会举行成人仪式 意味着从此以后 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庆祝他们的生活 从此和犹太人的信仰 历史和文字密不可分 今天世界上有1400万犹太人 其中600万在以色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发生种族灭绝的恐怖行径之后 以色列获得了独立 而在美国有500万犹太人 但现在让我们回到2500年前 回到印度 在那里 佛教起源于一位名为 希达多的年轻王子 据说在他转世的当晚 他的母亲摩耶王后 在睡觉时 一只白象进入了他的梦中 十个月后 希达多王子含着金汤池出生了 他从深宫中出来之后 目睹了从没见过的人间疾苦 并开始调查其来源 为什么人们必须受苦 我们必须转生百世吗 起初 他以为问题在于对物质的依恋 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 他变成了一个流浪的刑期者 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快乐 有一天 他无意中听到一位音乐老师告诉学生 不要将琴弦拧得太紧 他会断裂 也不要让他太松弛 否则弹不出声音 他很快意识到寻找极端答案是错误的 奢华与贫困的中间地带 似乎才最明智的选择 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想时 其余的事情他也想通了 所有的生命都充满痛苦 这是由于人类自私的渴望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成就自己 遵循八界可以让人们减少这种欲望 从而减少痛苦 那天 西达多成佛 并参悟了佛教真谛 他不是唯一一个 但却是第一个佛 佛教的方法被称为八折之路 虽然不容易遵循 但他为数百万人指明了参悟之路 这也是佛果的意义 一种同情万物 洞察世事 和平和坚定的状态 自从那棵树下起身 到他作为老人去世的那一刻 佛祖教会人们如何参悟佛教真谛 要有正确的言语 正确的目标 专注于真实事物的思想 以及专注于爱他人的心 许多佛教徒相信神 但行动比信仰更重要 如今 世界上有近十亿佛教徒 主要分布在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 两千年前 基督教也在犹太教的应许之地诞生 正如印度教徒将克里希纳称为 人类形态的上帝一样 基督教徒认为 耶稣也是同样的化身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 就像佛教起源于印度教一样 亚伯拉罕神派天使加布里埃尔 去寻找一位名叫玛丽的年轻女性 来成为她儿子的母亲 这个儿子就是耶稣 玛丽和她的丈夫约瑟夫 将她培养成了一个木匠 直到三十岁 她开始了自己的公众事业 传授上帝的旨意 相较于前程 耶稣对正义和怜悯更感兴趣 为了吸引人群 耶稣治愈了病患 然后向别人描述她的神父 充满深情 宽恕和体贴 然后 她会邀请所有人到一张桌子前 展示她的上帝之国 放逐者 罪犯和圣徒 都一起进餐 仅仅过了三年 她的非凡智慧 就让她陷入了麻烦 她的敌人逮捕了她 罗马按照煽动民众的刑法 将她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但在她被埋葬后不久 妇女们发现她的墓穴空了 并相信她已经死而复生了 消息不禁而走 第一批的基督徒描述了 她复活之后的外观 让别人更加相信 她生前的话是真的 那句话就是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基督教徒在十二月的圣诞节 庆祝耶稣的诞生 并在春天的圣州 庆祝她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 在洗礼仪式上 洗掉罪恶 并欢迎加入基督教的仪式 重现了耶稣 作为放弃木匠工作时 所受的洗礼 在圣餐仪式上 基督教徒享用着 倾注耶稣身体和血液祝福的 面包和酒 重现了耶稣最后的晚餐 全世界有二十亿基督教徒 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伊斯兰教始于一千四百年前 一位品德高贵的男人 在阿拉伯沙漠的山洞中冥想 那个人是穆罕默德 一位神圣的信使 还是天使加布里埃尔 在阿拉伯语中 叫吉布利勒 向他传递了亚布拉罕神阿拉的话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越来越多的消息出现 他记住了这些消息 并传授给别人 他吟诵的这些文章 充满了智慧的谚语 美丽的韵律和神秘的比喻 但穆罕默德是商人 而不是诗人 许多人都认为 这些言语的确是上帝的话 而这些信徒 也成为了第一批穆斯林 穆斯林一词 是指投降的人 即服从上帝意志的人 穆斯林的五项最重要的职责 被称为武功 念功 穆斯林公开声明 没有其他上帝 阿拉穆罕默德 是最后的先知 拜功 他们每天面向卖家 祈祷五次 克功 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向穷人 捐献其净财产的 2%或3% 戒功 在摘月的日子里 他们白天进食 以增强意志力 和对上帝的依赖 以及朝功 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 必须去圣城卖家朝圣 预演他们死后 站在上帝面前 被评判 是否该获得永生的场景 23年来 上帝告诉先知的话语 被收录在可兰经里 字面意思是引述 穆斯林相信 这是唯一一本 没有被人性腐化的圣书 许多人认为 它也是阿拉伯语中 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 被全球超过15亿的穆斯林信奉 只要宗教存在 它将一直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实践也存在无数的变化 但所有宗教的共同点是 寻求超越空虚和低等现实存在的意义 以及超越罪恶 痛苦和死亡 超越恐惧 最终超越人类自己 许多广为流传神话 与当今一些最大的宗教一样久远 或比之更加久远 观看其中一个视频 以了解更多信息 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不断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